他们受人追捧 现在已经有两万多粉 差不多 他就是我的粉丝嘛 送了我38个佛跳枪 他们有着各自的隐忧 这个职业还算是比较一个 是青春饭的职业 我不可能一直把它直播下去 现在随着网络 万众创新嘛 大众创业嘛 互联网加 你会发现这个创业的迭代会非常快 过去我们讲十年 好 变成三年五年 现在不用那么多 一年一个样子 如何证实新兴职业的迭代 过去叫各领风骚三五年 后来叫各领风骚三五月 我看现在基本叫各领风骚三五天 这就难怪有 其实我们要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 要是这个年龄的时候 估计我也会下来 如何证明网络主播 敬请关注本期 让我帮助你 网络主播的自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帮助的节目 让我帮助你 在这里要感谢飞科电器 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的是 社会评论员大测老师 欢迎大测老师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刘嘉宁 刘老师 欢迎刘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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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谢谢老师 孩子们弹琴都得交这个吧 老师今天多大 12 12岁 看着怎么样 你眼睛睁那么大干嘛 现在孩子长得都着急 来吧 我们请出老师吧 来 老师请坐 这是咱们今天的嘉宾 用一种特别的出场方式跟大家见面 欢迎欢迎欢迎请坐 老师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北匠 大家就这么称呼我吧 北匠 哪两字 北方的北 甜面酱的酱 到底是甜面酱的还是豆面酱 北匠 很好吃的那种酱 很好吃的那种酱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么说 你看刘老师 你那个眼神 你不能这样 你老师想变成一个大葱 对对对 你这个酱理解错了 那怎么理解呢 酱好像是一个 一个 称 称 称的称位是不是 对吧 而且还挺卖萌的 对 你像 你像很多台湾的口音会说酱子 在东北就是酱子的 这是北匠是吧 对 那北匠你是做什么的呀 我是一个网络主播 主播 我们同行 只不过人在网络上是这意思吗 是 那你们都做些什么呢 我的主要就是弹弹琴唱唱歌 弹琴唱歌能叫主播吗 那不叫歌手吗 但是只要播放出去 差不多就可以当作是主播了吧 只要传播了就叫主播 现在主播是这么界定这个概念的是吧 你们听过这个网络主播这职业吗 你听过 我以前做过几个月 你还做过网络主播 你播什么呢 就是也是唠唠嗑什么的 唠五块钱的那种 唱唱唱歌 唠唠嗑等一下 唠唠嗑不应该是心理专家的事吗 主播不是 我说你们听了就好了 怎么还互动呢 也不能光唱 也不能光唱 还干嘛呀 就是聊天 然后唱歌这样 讲讲笑话什么 刚刚你说聊五块钱的 咱们聊五块钱一边是不给钱的意思 刘老师聊五块钱的 聊聊天的意思 他们给你钱吗 给呀 真给呀 刷礼物 有点晕 您听过吗 网络主播 我从微信上看见过 好像就唱歌 你看 还有什么呀 别的我不知道 别的不知道 您呢大姐 我日常啊 还是刚刚学会了用 既快捷 又能节省花费的微信 刚刚学会 很少上网 还真的不知道 网络主播这个词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新概念 我们请大测给解读一下 首先解读网络主播 社会评论员吧 好吧 其实网络主播呢 是在一些交友互动的网站上 比如最开始的某某空间里边 然后呢 他们去表演节目 然后去唱歌 展示吧 聊天 然后呢 后面会有一群人给他发礼物 送花 送礼物 这个花跟礼物呢 我们传统意义上讲 网络都是虚拟的嘛 就是一个表情嘛 不对 那个表情包的背后呢 其实是每一个你的这个符号啊 包括你的这个礼物 是要用钱来买的 是一种现金支付的方式 哦 所以他已经颠覆了主播的概念 过去主播我们叫信息的送达者 如今的主播是 个人风采的呈现者 就靠我自己的技能在网络上去挣钱 对 这么说行吗 行 那我就请教第二个概念了 这个编导跟我说 说今天给你请来了两个网红 哎呀 我说什么叫网红啊 我说你真老了 网络红人 这网红怎么界定的 好 网红呢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呢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很走红的人 在网上同样的一些互动 比如说呢参加过某某节目的一些选手 他们在现实中呢已经很红了 在网上也会发表一些言论呢 然后很有影响力 这是网红的第一种 还算是正常的人走红的途径 我这里说的正常呢就是传统一点啊 那么另外一个非传统 他说的确实是 也做节目网上他也那个发声 确确实是 但是呢这种网红已经明显竞争不过 我要说的第二种网红 这种网红呢什么意思呢 就离不开我们之前讲的网络主播这个概念了 就是网络主播当中走红的人 哪怕有一个人看 十个人演那也叫主播 那么在这里边可能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人会红 怎么就定一条红了呢 比如说有十万以上的粉丝 网红就是网络红人 是指通过原创小视频 网络视频直播 微信等自媒体 创作的一连串内容 在网络上积累粉丝 增加社会关注 从而在网络上一举成名走红的人 曾红极一时的第一代网红 他们的走红跟娱乐话题有关 而现在的网红则不一样 第二代网红 向张大义直接到商品导购 靠个人专业能力 愿意分享 愿意表达 中国青年报就曾做过这样一份调查 你心目中的网红是什么样的人呢 调查结果 79.9%是位出名 而各种博上位的年轻人 43.8%是通过整容 撒谎包装自己的骗子 40.5%是搞粉丝营销 买低烈化妆品的淘宝卖家 由此可见 在这份调查中 对于网红的评价都是比较负面的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网红 网红的出现又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哪些改变呢 这个问问北将啊 其实编导说 今天请北将来 是因为他算这一群人里面的一个代表 就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典型 这个就想通过你的这个经历 让大家了解这个 我们怎么去看这些现象 其实就是聊天了 这个我们这没聊五块钱的概念 我们给不了你钱 没事吧 没事 您一般节目播出 或者您一般直播的那个点 是什么点啊 是大概是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每天都有吗 周三休息 然后平常都会有 这个很像上班啊 很正规 直播时间是由我们自己订的呀 所以说 你们还能自己订时间 妈太好了 你说咱在直播什么时候 能自己订时间啊 你看 直播的人都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吗 现在都是草根时代吧 全民直播啊 大家都可以参加 啥意思 就是您这样的也可以去直播啊 您这样的 你这样的也可以啊 那个话 你这个意思 就像你这种人吧 也行 凑一下去吧 勉强可以 现在我就不凑那热闹了 这个 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吗 我需要摄像机啊 灯光啊 什么普通话 一级假等啊 这个主持人上岗证什么的 我需要考吗 这个 这个不需要 看你自己 不需要啊 我已经考过了 我也不挤那个船了 这都不需要是吧 不需要 那我准备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如果是比较好一点的话 就是准备好一点的电脑啊 就是像如果是我们这样 娱乐的直播的话嘛 就是准备好一点摄像头啊 灯光啊 衣服啊 然后还有游戏直播嘛 游戏直播就是好一点的电脑 然后厉害一点的游戏技能就可以了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你首先得有点小技能 其次因为是在网络上直播 所以你的硬件要好 是这个意思吧 就摄像头好 最好是带那个PS那种是吧 能P一下的 现在有线P的吗 有那种 美颜摄像头是有的 然后这个就能直播了 要申请吗 要 向谁申请 向直播平台申请 现在国内有多少直播平台 数不清吧 应该也得有几十个了吧 至少 他这个认证需要你填什么呢 要填表吗 还是填什么 还是说我去播就行了 首先认证要通过的话 必须要通过就是有身份证的实名验证啊 外国人行吗 可以 身份证护照 合法的地球的公民都可以干这事 行 那这个在直播当中你主要干嘛呀 我直播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弹弹琴唱唱歌 就边弹边唱 对 这很好呐 然后他们付你薪水吗 有送我礼物啊 送礼物啊 什么样的礼物 用快递送吗 不是 不是 网络上的礼物 你看 就是在那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种礼物的选项 然后你可以根据 都有哪些礼物啊 就我们平台的话 有最基本的有竹子 竹子 你们又不是熊猫给你们吃竹子 我们是熊猫 你们是熊猫 挺稀有的 来 还有什么 然后饭团 饭团 还有呢 烤鱼 还有呢 龙虾 虾 还有呢 浮雕墙 还有呢 最贵的是什么 浮雕墙 就送到你家里可以吃 还是就一个浮雕墙的图片 不是 就是一个图片 然后弹出来 然后整个网站都可以看到 那你收到过浮雕墙吗 收到过 哇 酷啊 我也得去做网 我要去做 哎呀 不行 万一 连个竹子都没人送 人家有技能 咱没什么技能 这里有两只网红 可以送啊 互相送也 我们送给你啊 谢谢啊 那你业余时间干嘛呢 姑娘 我还有其他的职业啊 什么职业 我是钢琴老师 这个挣得多 教多少个学生 二十来个 二十个 你是学钢琴的吗 嗯 从音乐副小开始读还是 没有 就大学的时候在音乐学院 音乐学院 哪个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 穿音 你现在教一个学生多少钱啊 一堂课 一个小时 也没什么好保密的 一百块钱四十五分钟 一百块钱四十五分钟 再熬一熬 我听过 四十五分钟 能 收到七百的 嗯 一堆学生 就现在教钢琴还真是挺厉害 北将 九零后女孩 二零一二年 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 毕业后 她接触到网络主播这个职业 并一头栽进去 白天给人上课 晚上从八点到十二点 用四小时直播唱歌 弹琴 他们受人追捧 现在已经有两万多粉 差不多 他就是我的粉丝嘛 送了我三十八个佛跳枪 他们有着各自的隐忧 这个职业还算是比较一个 吃青春饭的职业 我不可能一直把它直播下去 现在随着网络 万众创新嘛 大众创业嘛 互联网家 你会发现这个创业的迭代会非常快 嗯 过去我们讲十年 好 变成三年五年 现在不用那么多 一年 一个样 如何证实新兴职业的迭代 过去叫各领风骚三五年 后来叫各领风骚三五月 我看现在基本叫各领风骚三五天 嗯 这就难怪 其实我们要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 要是这个年龄的时候 估计我也会下来 如何证明网络主播 敬请关注本期 让我帮助你 网络主播的自白 在你做这个主播的生涯当中 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半了 你收到的最大的这个礼物是什么 浮条枪啊 什么情况下他送你这个呢 他干嘛了 他就是我的粉丝嘛 结果后来 他当时 哇当时他送我 他送了我38个浮条枪当时 然后我好激动嘛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每天晚上在做直播四个小时 你白天还会做教孩子弹钢琴这个工作吗 嗯 会 是哪个算主业 哪个算兼职呢 上课算主业 那上课会赚到五位数吗 不会 那这么问吧 就是在这个平台上的这些收入够不够 让你像其他的年轻人那样 偶尔想任性的时候可以任性一下 比如他们说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个可以支撑吗 足够的 足够的 嗯 那你这个是不是说只要我带着琴 其实我在世界各个角落我都可以干这活 哎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的 啊 我们今天能有幸的看一段直播吗 因为咱们 可以呀 来来来 我看看你这直播状态是什么 我们没竹子送啊 先说好 活跳墙更是没有 来来来 那送烤鱼吧 烤鱼多少钱 五块 五块钱呢 聊五块钱的 来来来来 没人你要弹得好 我就跳墙 好的呀 大厕你必须跳啊 我唱一段吧 好吧 好好好 好 旧依旧像一山床 推开了就在门河上 谁在孤枯之情香 萤火灰的花瓶香 为谁用你修 萤火灰的花瓶的花瓶 轻轻达的花瓶的花瓶 她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 谁的歌声 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 谁的歌声轻轻轻唱 谁的泪水 轻轻轻轻烫 小 itt远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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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寺寒这夜追不想 又一年七月半 晚风凉 斜阳间爱之音场 这尘古梦里 古典深远套 去他想遗忘 好好好 来来来 请坐 看得好吗 非常好 谢谢 给什么 竹子呀 鱼呀 那个 饭团啊 也就饭团吧 饭团 快到晚饭时间 好 来 好吗 不错 比我强多了 给呀 给个竹子吧 竹 唱得真不错 要我给啊 还是我也要饭团 饭团 刚刚聚会的这个性质 要我的话 我特别想给福跳墙 但钱包不允许 所以我们也只能给竹子 大策呢 我这个我可能不会给 实话讲 因为这跟我的扣门的性格有关系 刘嘉宁了解我 特别抽门 但是公平地来看这个姑娘谈的这一段呢 我个人觉得 没有那么好 就是她可能会 她可能首先不会吸引到我 如果我真的会 驻足观看 把我自己的个人时间花在上面的话 我一定会愿意给钱的 但是不吸引到我不证明吸引不到其他人 对 因为像我这样品味奇特的人也没那么多 你看刘嘉宁啊 各位老师也都被吸引了 所以人群当中五个人里面 你吸引到四个人 你就赚到了 对不对 你总要给别人留点活路嘛 对不对 好吧 这个接着要问了 就是我知道她直播的时候还有个特点 她是不露脸的好像 就是给一个脑门顶 是吧 从这里开始 就是没有脸的 为什么 对就很好奇 为什么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在一开始 最开始的时候 我有露脸 然后后来露着露着发现 我感觉这个角度好像 就是我变得更喜欢我自己的手嘛 我觉得那个角度好像 照手不是很好看 然后我就慢慢调整啊 调整啊 调整啊 最后就调整成不露脸的那个角度了 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 从露脸到不露脸 一个月 一个月 也是在调整是吧 那你统计过这个露脸和不露脸 获得的礼物多吗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在北将看来 只有这种角度 弹琴的手才最好看 而这种不拼颜值的直播 也暗合了他想做一档 纯粹音乐节目的心理 所以风格索性固定了下来 仅仅一两年的时间 北将通过网络 有了展示才艺的平台 带来了收入 获得了人气 逐渐向网红发展 而网络直播的丰厚收益 也使网络主播这个职业和商业挂钩 形成网红经济 据调查表明 2015年6月6日大促销的时候 排名整个淘宝网上的女装前十大品牌中 有七个是网红店 双十一促销当天 淘宝个人店部分销量最好的店当中 超过20%是网红店 网红经济成为一种经济现象 它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人格化营销模式 将粉丝转化为购买力 网红经济的鼻祖人物 奥普拉 在电视上做访谈节目 形成庞大粉丝群 只要他推荐的东西 粉丝就会买 越南的米歇尔潘 卖化妆品 点击量超过10亿 成立公司 公司预估资产达5亿美金 巨大的生意 市场出现网络推手 网红包装 为多上位 通过审美 审丑 娱乐 猎奇等等 将网红一直推向负面 家人知道你做这个吗 知道 他们什么态度 一开始的时候是 不支持也不反对 就是很中类的一个态度 到后来现在慢慢的 可以接受了 什么叫可以接受了 就是因为这个职业 还算是比较新兴的 然后大多数人 对这个职业感觉 好像有一些偏见 不太认可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 你父母其实也是知道的 就是我妈也比较潮 会看新闻 会看微信什么的 然后她觉得自己的女儿 也在做这个 没有啊 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她了解你 那你为什么说 现在勉强接受呢 就是刚开始觉得 这个职业 就大家都不认可 所以大家就都不认可 大家都不认可 对啊 所以大家就都不认可 所以其实 作为你这个从业者来说 你其实没有什么困惑 对于这个职业 是吧 我还好 你是觉得还挺好 没有 是暂时的 对于直播来说 我觉得这个职业 对我来说吧 这个职业还算是比较一个 吃青春饭的职业 我不可能一直 把它直播下去 我不可能直播它 十年八年 是对整个行业 或者个人职业规划 或者叫个人发展规划里面 有一些隐忧 是这意思吧 虽然做网络主播 是北将目前的 主要经济来源 但对于网络主播的未来 他却很迷惘 主播的方式 被效仿的速度很快 新主播越来越多 竞争越来越激烈 加之直播的时间多了 观众的审美疲劳等等 未来究竟该如何规划 也是北将来到节目 现场寻求的答案 现场社会评论员 大册老师 以及心理专家 刘嘉宁老师 会给出什么意见和建议呢 让我帮助你 继续为您讲述 我们给分析分析呗 两位 其实赵老师 你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就是当年 我们在看你节目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做一个电视人 这个志愿差不多老啊 从小看着你的节目发育的 所以这个职业规划呢 可以以十年计 就是我们差不多十年 可以完成一个职业规划 包括你定了一个人生目标跟方向 可是现在随着网络 万众创新嘛 大众创业嘛 互联网家 你会发现这个创业的迭代会非常快 过去我们讲十年 好 变成三年五年 现在不用那么多 一年一个样子 所以可能不是他对这个职业有担忧 他可能是对这个职业 更多的是一种未知的茫然 或者是期盼 因为这个行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 可能连马爸爸 李爸爸他们都不知道 如果李彦宏知道 百度会有今天这个样子的话 他也不会这样做 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讲 对于一个工薪阶层 或者对于一个劳动者来讲 我们的劳动方式 你没法界定他能干个一辈子 铁饭碗金饭碗 这样的词汇 90后已经不存在了 干两年以上 都算是很稳定的职业了 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习惯 一辈子做很多事情的 这样一个现状 这现在迭代很快 过去叫各领风骚三五年 后来叫各领风骚三五月 我看现在基本叫 各领风骚三五天 这就难怪有 其实我们要处在 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 要是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估计我也会吓死 吓得半死 其实现在我已经被吓死了 还没到80岁的时候 我先没了 来来来刘老师 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业都有一个期待 那么在什么阶段 人们会对自己的这个职业产生一段担忧 正巧就是你觉得这个职业 对你来说特别满意的时候 然而也许有某一些因素判定 或者说自己就感觉到说 他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那么你就会想到 持续不下去之后 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一点 恰巧是现代 包括80后90后的这些年轻人 应该具备的一个特点 随时做好变化的准备 变化来了 我们如果没有做好准备的话 无论是谁都会被淘汰掉 所以这种担忧 其实对所有人都一样 对 像他这个 靠自己的一技之长 靠自己的技能 在互联网的端口上面 去做一份兼职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没有其他的东西 他要做得很简单 就是唱好歌 弹好琴 没有乱七八糟 对 甚至我连脸都不露 我就 这个你们特别能接受 我相信大众也是接受的 可是恰恰是在同一个行业里 有人用其他的方式 接受这个词 我想我用的不准确 就是以北将这样的方式 我们更能理解 更容易理解 但是有一个是我们理解不了的 下面我还要介绍一个网红给大家 据说他的窜声速度特别快 他在网上只做一件事情 不唱歌 不弹琴 不说相声 不争论 据说他就干一件事 他就直播他睡觉 一个漂亮的女孩 北将这种通过分享自己才艺 获取关注的方式 仅仅是网络主播中的一种类型 还有另外一些主播 通过奇思妙想的创意 获取关注 比如直播吃饭 直播发呆等等 甚至还有直播睡觉来博取眼球的 那直播睡觉会有什么反响呢 他为什么会选择直播睡觉 直播睡觉又能带来什么呢 他们受人追捧 现在已经有两万多粉 差不多 他就是我的粉丝嘛 送了我38个佛跳枪 他们有着各自的隐忧 这个职业还算是比较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 我不可能一直把它直播下去 现在随着网络 万众创新嘛 大众创业嘛 互联网家 你会发现这个创业的迭代会非常快 过去我们讲十年 好 变成三年五年 现在不用那么多 一年一个样子 如何证实新兴职业的迭代 过去叫各领风骚三五年 后来叫各领风骚三五月 我看现在基本叫各领风骚三五天 这就难怪有 其实我们要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 要是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估计我也会吓死 如何证明网络主播 敬请关注本期 让我帮助你 网络主播的自白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 飞科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 云南卫视大型生活帮助的节目 让我帮助你 我们正在跟大家讨论的是 时下最热的网红的现象 给大家介绍一下 网上的名字 我叫颜丢丢 丢是吧 对 丢三落四的丢 丢三落四的丢 你现在也是网络主播 对 他们跟我介绍说 你就主播你睡觉那点事 这话很那个是吧 对 就那点事 不是你的直播时间是 睡觉的话 就是正常睡觉时间 人一般什么时候睡觉 我就什么时候睡觉 不不不不不不 RB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啊 是直播时间是可以按 自己的需求来调的是吧 因为你看他 因为你看他 看心情 就是我开始睡觉了 就 fundo 这边直播了 不直播什么呢 你不都睡了吗 对啊 不关灯吗 就是一开始的话 就也想关灯 我也是习惯了关灯睡觉的 但是因为关灯了 就没有人看得到我了 然后我就开始习惯开着灯 据说你就这样一个行为 现在已经有两万多分了 还是不止 差不多 这是乐趣还是什么 一种喜欢分享自己生活的一种态度 不是 你有那么多的生活 你为什么分享这部分生活呢 就相当于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发个朋友圈 发个微博 你发这个干什么呀 这有什么好玩的呀 那就只是我一个感觉发状态 发什么都一样 对吧 就把那个直播出来 这就是我一个生活状态 直播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有互动的吧 对 他们都会问些什么呀 你还看不着你还睡吗 不就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 他要看着这些他还睡吗 不不不 因为我就嫁了之前 我不是要睡觉了吗 我就跟他们说 今天我遇到什么什么事 好烦啊 那我先睡了 我先睡了 你们先看着 我先睡 就这样 那你啥时候关呢 关了 早上起来 大家好 我去上班了 我再见 那有个问题 你睡觉 别人不也要睡觉吗 对呀 观众也要睡觉的 对呀 那是一个 有些人挂机 挂在我的直播间 然后早上 我不是有声音了吗 我醒了不是有声音了吗 他们说 舅舅你醒了 舅舅我看了你一晚上 就是有一种 对 一起迎接天亮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 这个二十岁的女孩 处于做网络主播初期 粉丝尚不足两万 猴年春节前后 她决定 以直播睡觉来涨粉 选择睡觉 作为直播内容 还要源于 严丢丢对睡相的 绝对自信 安全起见 她更换上了 长袖长裤的睡衣 再将身体裹进被子 最后只露出头 脖子和手 她整晚入睡 至醒后的场景 是通过一步驾驭床头的手机 进行直播的 一个女孩直播睡觉 质疑难免 过激的话也不少 会不会有人说一些过激的话 有吧 过分的话 有啊 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对呀 你怎么面对 一开始的时候 那我肯定会非常愤怒 然后一开始 喷了 因为我也是个 比较正常的人 我就会说 当然了 我也不能 先滴了过去 对吧 就是这样 然后久了之后呢 他们就发现 可能我这个主播 也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对吧 骂你吗 不会因为这个骂我 但是 有很多可能戴着 有色眼镜进来的 就可能 我说 我是直播睡觉的 那可能是你第一次听说 还有你们各位 每个人第一次听说 都觉得 你直播睡觉啊 但是 其实睡觉的话 每个人都会睡觉 对吧 每个人天天都睡觉 就像有些人直播吃饭 一开始觉得 好奇怪 为什么直播吃饭 但久了 大家都已经能接受这个事情了 你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主要的职业 就是帮家里面打理生意 因为我现在还在读书 但是我读书的话 现在就比较空嘛 在给家里面打理生意 但是也是很空的 所以我在不影响 现在正常上班啊 正常帮家里打理生意的情况下 就做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直播嘛 对吧 丢丢的家庭条件优越 有产业 家底应时 虽然做主播并非为了收入 但网友却不这么认为 丢丢为此反而遭到更过激的批判和误解 那么丢丢的家人对于他做网络主播 又是什么态度呢 让我帮助你继续为您讲述 我想问的是 报道出来之后 家人就应该知道了 对吧 对 家人怎么看你干这个事 一开始的时候吧 就是 就挺担心我 可能 也就是因为一开始不知道 我是在做主播 然后后来因为被采访了 然后他们就知道了 然后呢 他们后来也 不是一开始就持着支持的那种态度嘛 他们会觉得好像 网络很过激那些语言 不仅是身边的朋友啊 那种亲戚都可能看到了 然后会跟他们说 然后他们当时就挺担心我受伤啊 什么的啊 然后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为人 并不担心我会在网上做一些什么 对吧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伤风败俗之类的 假设啊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就是想让我放平心态嘛 然后久了之后发现 我直播前和直播后 其实我整个人的心态和生活都没有什么变化 当然你只是睡了一觉而已 对嘛 所以就是就没有担心了 久了就感觉 如果你非常喜欢做一些就是分享生活状态一种 都是无所谓的 喜欢就好 这样 其实我想问一下丢丢是吧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在看你睡觉 在直播睡觉的过程呢 无聊的人 所以其实你觉得就是每天你在关注你的人 都是在你想象当中特别特别无聊的人 也不是特别无聊的人 只能说他在看我的同时是一个无聊的一个状态 然后久了之后可能跟我聊着聊着 久了之后就感觉也能做朋友了 真的啊 你会愿意和这些人做朋友吗 对啊 我愿意啊 因为我现在就有自己的粉丝群 我经常会在群里面互动 然后跟他们聊一聊我日常 哎呀 我今天怎么了 我可烦了呢 然后就跟他们 那边讲 就是一个 感觉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交友的一种状态吧 你觉得这样的朋友交友的状态可以代替其他的交友方式吗 比如说你在大学里的朋友 你在这个工作地方接触到的朋友 就是也不能相提并论吧 因为毕竟就是网友跟现实朋友 就是这个意思嘛 一边是网友一边是现实朋友 对吧 你更倾向于或者说 哪种环境哪种朋友会让你自己觉得更舒适呢 那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比较好一点 因为就是可能之前那个报道 一些偏激言论之后 我那些现实朋友全部跳出来说 你们可能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家丢丢呢 这样子 就是加入到网络当中来捍卫你的这个 对 就是因为网络的朋友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只能从网络认识我 但是身边的人 就是可能在我不直播之前 就跟我一直在一块玩 然后就非常的捍卫我 其实我怎么看待就是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本身啊 我们不在就是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我们不在任何褒贬的情况下 去分享你的任何一个生活细节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这个也可能是绝大部分我们可能都会去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会截止在什么地方 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把生活的这个细节分享给什么人的时候 它直接影响着我们是否继续的去分享 你要考虑 你行为背后所吸引来的这些粉丝 是什么人 我跟他的互动尺度 要互动到哪一个阶段 这是很重要的 刘老师其实反复在提醒你 就什么人会成为一个 看一个姑娘睡觉 就天天看天天看 后来看成了铁粉 你要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给年轻人泼冷水 对吧 这个是最不应该的 因为这个时代不一样 那就是坚守自己 既然你们两个的父母 包括你们的朋友都说 我们的孩子没问题 我们相信他们 对得起他们给你们的这份信任 OK了 我觉得挺好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云南卫视的大型生活帮助类节目 让我帮助你 我们的节目是由飞科电器 独家冠名播出的 现在是说再见的时间了 你愿意去看看他们的直播吗 也许你会去 希望未来他们的直播 你能看到你们想看的 我特别要说的是 有养分的东西 今天来到节目的两位网络主播 只是万千网络主播中的一员 但是他们却有着极强的代表性 他们来到节目并不仅仅想和大家分享他们做网络主播的经历 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通过和现场专家以及观察员的交流 来解答一些关于网络主播未来发展的困惑和迷茫 而且在他们与我们分享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 他们在做网络主播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原有的工作 他们在直播时都坚守着道德的底线 遵守着国家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 随着网络经济的飞速发展 的确有着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的事出现 但我们坚信随着监管制度的日渐完善 整个网络环境也会不断进步 同样看客们欣赏水平的提升和需求的多样化 也会使网红和网络主播这些新兴职业不断的进化 靠着自身的才华或创意胜出